由FS68财经学院出品的免质操盘必读 我是FS68财经学院的分析师郎彩凤 那么新的一月就到了四月份了 也是祝大家一下又顺利 我们来看到昨天应该是上周 那么上周以及上个月的免质数收线的话 是阳线收线 那么整体来说免质数一眼是处在高位的一个震荡之中 那么日线级别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在关注97.30这个位置已经有几天时间了 所以说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继续关注这个位置的抢压力 那如果是那么这一周价格在这个位置出现回落的话 其实我们也给我们的学员分析过了 在上周我的点评课中 也不要期待免质数有多么大幅的一个下跌 那么可能会有一波的下跌存在 但是的话短期之内想要价格重回一个大幅的跌势之中 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虽然说美国的那么数据的话 表现的并不是那么的靓丽 但是其他国家的状况也是一般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周所公布的德国的数据 其实就是出现了很明显的CPI的回落 所以说转线之内的话 那如果是美元的对手盘欧元无法展开大幅的一个商品的话 那么也是不利于美元指数的下跌的 所以这一波的美元指数的话 我们往下的话先去关注一下96.97.10的位置 那么再往下的话去关注一下 那么96.80的位置 那么这两个位置被击穿之后的话 去看一下96.65的位置 那么这一波是否会直接往下破了96.65的话 我们暂时不做这样的一个设想 因为并的话空间来说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我们先关注一下 刚刚提到两个位置 就97.10跟96.80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非米货币 首先黄金的话 我们看到最近的时间我们操作起来的话 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在上周我们看到1321位置附近的空单 那么可以说是顶达了1292到97的位置 而且有很多不错的学员 也是抓了一整波的行情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在上周五的直播中 我们看到转评中 给大家也提到过了 就是说稳健的话 那么我们认为 那么在1292这个位置出现反弹的话 你可以暂时去观望 那么激进的话 也可以关注在这个位置附近的一波反弹机会出现 包括我们在上周五的微信群中 也给学员重点去提到了1290 那么这个位置附近的一个起稳 那么多数的学员也是抓了一波行情 一波反弹的行情 从走势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发现 那么四小时级别 这根大阳性的收线力度还是很强的 所以说转线之内 我们还是要防范 黄金的一波反弹出现 我们在上周五的点评 课中一个学员讲到过了 其实对于黄金来说的话 我们要防范 要防范价格的一波反弹风险 而反弹的话 对于后续大的方向的话 是否已经完全企稳了呢 还只是它是一个下跌之后的反弹呢 我们暂时定义为是后一种 就只是认为它是一个 这波下跌之后的一个小反弹 反弹的压力位置的话 在1301到1305的位置 而之后的话 重点去关注1301到1305 这个区域的一个价格的转向情况 然后去看一下是否我们继续布局空单 还是有可能会迎来那么一波的反弹 那么相信的话 我们的学员都理解了老师的逻辑 就是这一步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个 这也是我们认为它是一波A 那么这一波的话B 它可能是走一波调整就结束了 那我可能后前面再预念的是C 那也有可能它对于B的话 走一个N字形的变量反弹 之后再往下走C 所以这都是合理的 我们现在暂时的话 就是按照我们对于C的一个判定 看它反弹到01到05区间之内的一个回落风险 好 这是黄金 那么至于操作的话 我们还是跟我们上周五的思路一样 那么就是如果是在1290附近 你想拨反弹的话 你还是可以关注这一波反弹机会的 那么位置的话 就是在1301到05的这个区域之内 00差不多往下降的话在00附近 那么看一下白银的话 其实我们的思路就还是以反弹之后的一个作空为主 因为从走势来说的话 白银比黄金的压制更重 更重一些 这是我们看到的白银 包括我们也在我们的文字中 给大家去详细的去 那么写了我们对黄金跟白银的思路 包括我们在上周的一个布局 那么来看一下欧元 那么欧元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周 上周我们一直在关注价格回落到1.12到1.1230 这块区域的一个支撑效果 那么从实际走势来说的话 这一块它也的确去向我们认识了 它的一个桌头这个防守 从目前来说的话 基于对面指数的一个看回落的一个预期 我们可以关注继续关注 欧元在这一波的一个反弹做多的机会 包括有些同学可能已经接入了多单 我觉得可以暂时去持有 因为我们看的这个区域的话 它基本上可以就是这一波比较重的一个支撑区域了 所以说也没有被有效的突破过 那么这是欧元 那么按照我们上周的思路 从月线跟周线收线的话 其实收的不算特别的好 特别的周线级别 有一点想出绿柱的感觉 就这个位置目前双线在有点黏着了 所以说对于后续的话 如果是欧元想去展开周线自己的上行的话 那还是必须要在这个位置输出一根向的阳线 才有可能会改变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那么接下来的话 欧元先去关注一下1.12到1.130这一块区域 能否出现一个像样的反弹拉伸 但是我们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 即便是我们看反弹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只能是看一个波段 看不了趋势 因为我们看到之前 其实我们在上周这个位置不举过一波空单 那么也是建议大家在这个强支撑区之内的一个离场 那么从走势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四小时的均线压力依然是有效果的 所以说当反弹到1.1280的位置 或者是1.1330的位置 我们还是要去防范一些空头的打压 毕竟的话这波走势还是有点偏空 这是欧元 那么也是给大家去提到过了在我们的文字中 那么有这个 一个是接近的1.12到1.1230这个区域的一个短多机会 另外的话反弹的话 关注1.1280和1.1330的两个压制区域 首先的话就还是比较近的压力在1.1240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被拖之后的话 看到80的话应当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么看到英镑英镑的话 其实我们上周五也给大家去提到过了 就是说反弹 就是价格先行反弹的话 反弹到小时跟四小时级别的均线压力附近 那么需要防范价格的再度回落的风险 从走势来说的话价格也的确确在这个区域之内 那么显现出了一个空头的非常强的这样防守跟打压 所以如果是有抓住这一波空头 我觉得看到1.30的话 还是一波很不错的一波盈利 那对于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会认为英镑的操作可能会比其他的品种操作起来难度要大一点 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拖的基本面还没有尘埃落定 而另一方面的话其实还是因为我们看到技术面的话 它目前的多周期它其实指向不一 比如你看到的它的一个日线级别的这样一个顶背离 其实存在的 周线级别的话上周收线收的也不是很好看 所以周线的话和日线是偏空的 但大级别的月线我觉得收的还可以 不算特别差 所以对于英镑的话我觉得暂时的话我们接近的就可以按照一种高抛低吸的思路 就下方的话比如说回来到1.30的位置 我们还是可以关注它的一些短多 1.30的话它是布林带下轨的支撑 同时的话如果是你把这个通道去进行一个小幅的调整的话 它也是有一些支撑存在的 而往上的话继续去关注小时跟小时级别的均线压力 1.3090跟1.314的位置 那么是压力比较明显 我们现在的话只能是拿波段 然后根据关键位置的K反信号去决定我们进一步的一个方向 另外的话奥远跟纽远应当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们在上周布局的几个非美中 这欧元的话一直是不是那么的给力 但是也还可以 因为关键之中区也没有被吓破 另外的话就是奥远跟纽远其实走的更好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奥远的话在0.7065附近布局的多单 这一块的话其实支撑区正好是触碰到了 给到了我们这样一个多多机会 所以说如果是有介入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持有往上的话去关注0.720的压力 上波之后往上就看到通道的上沿的位置 纽远的话也是我们在上周布局的位置 我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 在0.6780的位置 那么是我们早评中一直在关注的强支撑位置 也同样的是给到了多多机会 目前的话往上去关注一下0.684的压力 已经有增进吸收点的盈利了 这个位置被上波之后的话可以往上去看上行 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跟英镑一样 纽远的话它是基本面导致的一根大阴性的下跌 所以反弹到0.684的位置 你还是要防犯一些空头的打压 所以你要这个位置进行一个简单的动作 另外的话美系品种中美加还可以哈 我们在上周也关注了它这个M头的一个交易机会 那么我们在目前的话策略还是以空为主 那么空的话只是在位置不同 那比如说我们说接近的话 你可以选择1.3380位置的一个短空 往下看到1.3310 那如果是你稳定的话 你就可以等到1.310被下坡之后 再去关注做空的机会 每日的话策略可能有点调整了 因为发现了它的小时级别收线已经被上破了 而且波风波尾在上一页 所以转线之内的话 接近的可以关注回了到1.0065到75的这块区域之内 有没有一些短多机会 往上的话关注111.20跟112的一个压力 稳健的话就暂时去观望了 它也同样是不满足多周期的一个共振原则 那么其实周线的话收线还 周线跟日线其实收线都没完全上去 但是今天早晨的话有一个跳空缺口存在 所以说使得了整体的走势的话 这个4小时级别有点想去突破了强压的感觉 所以稳健的话你就暂时去关注 激进的话你去去关注一下下方的这块区域 那么是否有那么短多的机会 另外的话美瑞的话就是还没有到达预期的做空位置 0.9980还是可以去关注 然后就是原油跟纳斯达克还有估值了哈 原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上周 特别提到了一块的一个盘整区间 也就是说它正好是将近200个点吧 从这个60.40到58.40的这样虚言之内 后续的话也是根据它的一个突破情况决定进一步 我们到底是应当是那么看多还是看空话 但是我个人的观点 即便是60.40这个位置被上破了 那我可能也会选择暂时观望而非是去做多单 因为在上方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周线其实不好看 但是月线的压力还是在的在61.50附近 所以说那如果是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M头的 可以说是产压力哈 因为不是M头应该是第三次去测试了哈 那60.40位置被上破的话 如果是我们想去布局空的话 我觉得可以先等等了 等到61到61.50附近 看时候有做空的机会 要么是等到4小时的均线的支撑被下破之后 再就关注做空 暂时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好的交易机会了 我觉得还是需要多些耐心去等待哈 因为如果是我们想布局大级别的空的话 那么你可能需要等待更多的时间 另外纳斯达克的话暂时没有什么空的理由了 我建议的话是想关注的话 关注日线的RG线被跌破之后 再关注做空机会 另外的话就是JR JR的话也同样在反弹 这波反弹的话有测试那么11750的风险 那么继续关注在这个位置的强压力哈 如果信号的话直接去入场风险很大 然后美加的话就是很激进的一个反弹空的策略 我觉得这个可以转去关注哈 美瑞的话也是继续关注强压 美日的话目前策略可能有6月的改变 但是稳健的话还是以光澳为主 激进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那么4小时的支撑变压力变成支撑之后的一个支撑效果哈 纽约跟澳元目前都是有不错的多单在场 可以去持有英镑的话暂时是高爆DC的思路 欧元的话就是我刚提到的 那么如果是你有接受多的话去持有没有的话 你还是可能需要去 那么可以去关注这样一个关键之中区的一个多多机会哈 然后就黄金白银根本原指数 好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4月份的课程已经上线了哈 那么如果是大家想去加入的话 可以去扫描点评式的二维码 那如果是大家想去查看我们完整的美日创B读的策略的话 也可以扫描二维码 加入到我们的Q群中 那么我们也会不定时分享我们的观点哈 那对于4月份的一个进阶课程的话 我觉得无论是老学员还是新学员的话 如果是你们对老老师的分析 那么还是比较感兴趣或比较认可的话 那么也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早点去加入 因为今天因为今年的话 我们并没有安排过多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哈 所以说如果是大家想去学习的话 或者是大家想要去那么学会哈 自己去那么独立的分析 那么这些交易计划的话 那么可以那么扫描点评式的二维码 去重点去咨询一下 因为现在的话 呃部分的新学员已经开始慢慢的在今天开始入群了 会我们有一个辅助的呃微信群 那么会给大家去跟踪盘面 让去做一些主题分享之类的哈 好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哈 呃 那我也是新的一个月 那么再次祝大家大家又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